我们看一下 Commit Sing Jerabon has committed 所以 Commit是犯的罪 你犯罪的犯 那个动词叫做 Commit Commit Sing Commit Crime 这两个说法都可以 前面有这个Committed 后边是Commit 这个To Commit 这个两个都有 注意哈 Commit是犯罪的犯 所以Commit 我们有几个M 看一下 两个M Commit Commit 后面可以加Sing 可以加 可以加 Crime 犯罪 叫Commit Crime 现在有犯罪分子 OK 谁谁谁已经犯了罪了 我们这个小区有人犯罪了 Commit Crime Commit Sing Sing跟Crime 有什么不一样 Crime Crime是什么 一个是不是原罪 一个是那个犯罪 是不是 Crime是指什么 Crime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这人犯罪了 这个人什么什么 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个道德的罪 一个是刑事的 是呢 人类的罪 那个信是圣经里面的罪 对 To Me Crime 是指 人所定的罪 人的法律上 你这个要判 十五年徒刑 你这个要有期徒刑 你这个无期徒刑 你这个死刑 这都是Crime 人所定的罪 人的法律之中规定的 Commit Sing Sing也是罪 但Sing呢 通常是指 比如说圣经上规定 在神眼中看起来 不为神喜悦的 那个Sing OK 那个叫Sing OK 哇 我觉得我犯罪了 我觉得我 我没有 我没有传福音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 Commit Sing 我觉得我有罪 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 批评人家 OK 评论人家 这个是一个罪 我觉得我犯了口舌上的罪 Sing 这些都是属于Sing 但是我随便讲人家 背后讲人家 这个基本上有没有罪 人的律法里有什么 可以定我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没有什么 除了你骂人 不行 骂人就是侮辱 对 侮辱 或者是有的时候 什么乱造谣言 这有的时候 可能 对 不关我 7天 不关我的时间 15天 但是基本上 这个Sing呢 是说 很多时候 就是在神的眼中 看来不喜悦的事情 就叫Sing 这个罪 OK Sing跟Crime 不一样 Commit 注意他的过去式的时候 Committed 他要两个T 要两个T Committed Committed Sing Committed Crime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OK 他这个地方 这一节经节里面有讲到的 这个是 Dust Sing 这个是这个罪 什么罪呢 Jarabon has committed 他所犯的罪 他已经犯的罪 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是现在完成事 他已经犯了这个罪 OK 为什么 Give up 注意这个Give up Give up 是一个习惯用语 Give up 是什么意思 I give up 放弃 放弃 我不要做了 OK 我明天就不来学英语了 I give up OK 我本来是减肥的 I give up 我放弃减肥了 OK 我本来想考北大的 I give up 这事情对我太难了 Give up 就是放弃什么 但现在神呢 已经放弃了 以色列人 他为什么放弃 以色列人 后面告诉你原因 Because of the sin the sin 因为他的罪 这个人的罪 这个王啊 Jarabon has committed 他所犯的这个罪 因为他犯了这个罪 而且呢 has caused 他已经造成 以色列人 to commit Israel to commit 他也造成 以色列人也犯罪 他自己犯罪 他带着让以色列人也犯罪 他为什么造 以色列人犯罪呢 因为他造以色列人 他造大鸡牛犊啊 你们以后就不用去耶路撒冷 你们在这办鸡牛犊就行呗 他让以色列人来犯罪 这也是罪 OK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Christina 清楚了 Commit 清楚了 非常清楚 这个非常清楚 谢谢 感谢 刚刚还有一个Carry off 对不对 跟Carry on 那个是第几节 Carry on 跟Carry off 那是26节 好 好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